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 你好 我是張之代 我是香港足球員 我現在退休 我由香港開始 第一次踢足球 從香港1960年開始 1959年左右 就踢了香港足球 六零年去英國 接著一直在香港踢到 1978年就收生 在這個期間 香港足球是比較上很蓬勃 在亞洲方面 可以說數一數月的球隊 即速去打 或者對相其他國家的球隊 我們香港多數都贏 但是到現在來說 即是可以說 為何香港足球 現在好像退步了 沒有以前 但可以說 香港一樣 很多球迷 很多人喜歡看足球 這個足球活動 在香港就很有價值 因為很多人喜歡看球 自己雖然不踢球 也好看球 但為何現在香港足球 好像低層得那麼多 即是在外面 在香港對外面的球隊 整個都輸 這個就是一個球員的質素問題 為何呢 現在香港就出不到球員 好的球員 因為這個是環境問題 香港一直 從50年代 一直到現在 經濟各方面 香港的環境 很多事情都變化 即是教育 最大問題 因為現在教育 很緊迫 那些小朋友 讀書都沒有時間 沒有空涯去踢球 即是去玩 即是在這方面 又握殺了很多球星 因為踢球 一定要實在踢 實在踢 即是可以說 即是 踢球 踢得好那些 讀書都不是很好 因為經常要花多點時間去踢球 即是我很幸運 即是中中地 每次考試都是三十多名 三十多名 都好 四十多名都有三十多名 都未倒過班 在持有學校 即是我讀書的時候 持有 就比較上 持有學校 是天柱教學 天柱教學校的 先生和神父 很注重運動 尤其是足球 即是我讀書的時候 四幾年五年 在持有學校讀書 所以說 常常在球場 即是那時候 我回全日班 所以一天 回到球場那裏 差不多大約有 過幾兩個 就在學校 說說 小聲有十幾二十分鐘小聲 即是回到全日班 起碼兩個小時的小聲 所以我就在這裏 即是已經是 花了很多時間 去球球那裏 當中學回到家 我又住爬馬地 你知道爬馬地 在球場又方便 我又去球場 踢球 踢完球回家 才做功課 可以說 不是學人 一放學 我就回家做功課 因爲以前的父母 又沒有跟得那麼緊的 即是 還有學校 即是讀書那些 即是緊張 就沒有現在 那些先生的 那些交課 那些緊張 所以有時間 有時間 多些踢球 但現在的環境 你說那些學生 有沒有可能 一來高樓大廈全部 街的那些 都沒有機會 給你在街 二來父母 即是我剛才 跟我 捉了那個 日本的日期 你教學生 是啊 現在的足球 還有很多精神 很多教練 去教青少年 但沒用 你的父母 都不喜歡小孩子 出去踢球 現在他 雖然他 搞了精神 很多精神 即是香港的 很多足球精神 沒用 那些父母 是帶他出來玩的 即是 有人幫他看著那些小孩 但當他讀書 讀到中學那些 那些學生 那些學生就緊張了 即是沒可能 經常出來踢 父母 都不會被他出來 經常上去踢球 沒用的 踢球 這個又一個原因 所以我就說 香港為何現在 足球越來越矮 即是沒有說 為何沒有球員出聲 沒有球星出來 一樣的 沒有時間 現在和香港環境變遷 即經濟各方面好 就 那些小孩 大把東西玩 玩手機 有時間 和你踢球 很辛苦 日曬雨林 我們那時候日曬 雨林一樣是這樣踢的 即是現在那些小孩 哪有很矜貴的小孩 和我們 我們那時候一樣經過 但我們喜歡玩 不理 太陽老父母不理 現在父母管得很嚴 浪雨也沒有出去 浪雨也沒有出去 小孩 所以足球方面 要花時間 即是去 花時間去練 踢球 才有進步 才可以爭取到自己的技術 但現在香港足球總會 香港足球總會 搞很多清訓班 但父母很大問題 鼓勵 鼓勵也沒有 這些父母 都不喜歡 一到十多歲 就不喜歡這些 子女去踢球 所以這個 香港就是運動員 衝不到好運動員 你看看讀書出來的 有沒有好多運動員 即是很少 因為太多時間去讀書 所以香港 原來經濟發達 這些小孩 很多其他方式去消耗時間 就沒有時間回到足球 因為浪雨嶺 對達問題 基本上 有很多人都給自己 正好都知道 什麼原因 第一最重要是場地 但香港的地方 就少 有地 政府就蓋房子了 即是現在你說 公屋就爬幾十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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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 所以你說有地就蓋房子了 沒辦法 香港就怪不得香港政府人口太多了 即是地方環境少了 所以就比較上 政府想幫都幫不到 只用錢來幫 即是給各體育會去 希望各體育會自己去搞這個情況 和這個 但各國每一個球會 每一個機構 體育機構 都要場地 場地分配到不還 即是現在太多人 申請一個場地 一個半鐘頭 或者一個鐘頭 都要排隊很辛苦 即是場地始終是不夠 即是不只是足球 香港 還有很多球網球 其他這些東西 所以足球的場地可以大 浪費了很多地方 所以這方面 政府想說幫都幫不了 只有經濟去支持 但經濟支持去到入不了肉 即是我大大講的入不了肉 所以這時候常常說 即是我大大講的 很多學生說 欸 場地啊 政府幫 但剛才你講的 真是很多的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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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教育 即現在香港 這個世界 都全部講經濟 你讀不成書 做得好的 父母 當然希望 做經理寫字樓 不想你日曬雨 出去曬 所以教育 地方環境空曠 以前的公樓大 以前很少公樓 只有兩層樓 馬路都沒有什麼車 我們可以馬路踢 車來我們避免 都讓他們走 所以現在有這些環境 沒有很多環境 即是 講到現在 我就 即是 不是說 我心 都很灰 因為我們那時候 能夠 香港足球 可以橫掃亞洲 為何現在做到 即是很多因素 即是現在香港 想說 即是學回以前 即是 這些球員 很多球員 即是很多球員出來 很多球員出來 一定有 是球星來的 是不是 但是 為何現在 我自己覺得 香港現在 即是一路將來 即我由現在 看 我不看好香港足球 因為認為香港足球 如果這樣 繼續下去 就玩完 因為你想抬回去 一個地方的球 球球的水準 不是一年兩年 你怎樣贊助 怎樣去協助 你馬上給十個球場 都尿八十年八年 分分鐘二十年都 射起 日本人 那時候 我們六十年代 日本人都是 很差的 他那時候去國家培養 派員去德國 請德國教練 青年軍中 即幾級的年紀的 小孩子 派去集訓 第一 你香港現在 學不懂了 派人出去外國 小孩子 不是一個兩個 二十幾三十幾 一隊 一級級年紀 日本真的要花十多年 才是好似現在 即現在當然幾十年了 講我 我十六十年代 是好似 日本人都要花十幾年 到七十年代 才開始 即在亞洲有得打 以前我們 我們香港贏 日本 韓國有得打 為什麼日本人 就有 政府贊助 有機構贊助 都要花二十年 所以現在香港 我現在的環境來計 二十年都不行了 因為香港的經濟環境 各方面 已經沒有了這個條件 即我夠膽講這些 即是說 是的 即以我自己的經歷 即是怎樣去做一個球員 為什麼去多些人 香港沒有可能的了 是啊 即是很傷心 即香港足球員 即玩到現在的田地 怎樣幫助 怎樣去補救 怎樣去扶 都不可以回復 五六十年代 甚至乎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都有 李劍和 那些 譚少偉 即提院訓練 一班出來 郭家明他們都有 之後沒有了 你看 為什麼 就是時間 在球場花的時間 沒有了 以後都沒有了 我夠膽講 我夠膽講 香港足球 對可惜 現在我太膽講 香港足球玩完